陆成州跟贺一度和秦放 把事情都交代好 就动身回了京城 秦放在一个叫黑网的网站 挂了几单武器生意 目的地就是吉庆州的富岛 黑网上头都是一些危险生意 跟富岛上的地下卖场来往密切 提供了很多货源 有些货去路不明 极有可能就是提供给了102基地 林双扣上电脑往后靠了靠 看向贺一度和秦放 你们要的资料卷宗 和第二个黑网密钥我都弄好了 秦放竖起大拇指 有钱小姐这速度 牛逼 不过你夸了我 还是要付钱的 人家也要生活呢 秦放 赫一度把一张银行卡放在他手上 吉庆州这边 李氏大楼 200人的会议室 顾芒102基地考核那会儿在场的人 眼下也全部陆陆续续进了会议室 还多了一批人 州内各大管理局的局长 顾芒是神迹的事情 早已不是秘密 再加上顾芒的人 在几大财团的大动作 闹上了新闻 到今天财团内都人心惶惶 以至于这场会议 没人敢轻视 只剩总长老和货职还没来 毕长老扫了一圈现场的人 微微皱眉 压低了声音 不是商量102基地继任仪式吗 怎么会来这么多人 102基地在吉庆州属于机密 知道的人极少 每年长老会亲自从吉庆学院 挑人送去训练 大家知道的也仅限于送去训练 地点一概不知 难道今天打算彻底公之于众 总长老和货职想干什么 莫长老摇摇头 会不会顾芒昨天闹得动静太大了 这场会议不是商量继任仪式 是处理昨天的动荡 顾芒在吉庆州的势力和资产突然崛起 明显是发生了大事 总要给外头一个交代 毕长老谋底闪了闪 这是要把102基地继任仪式往后拖吗 叶君慈跟叶长老对视眼 叶长老偏了偏头 小声说道 昨天考核结束 货职就去了趟顾驾 今天可能会有什么变动 叶君慈双腿交叠 双手随意搭着扶手 先看货职和总长老怎么说 长老会跟四大家族 以及研究所的人 都思索着今天会议的目的 来之前都没有接到通知要做什么 但绝对不可能是102基地的继任仪式 2点59 几道身影出现在会议室门口 众人目光全部转过去 当看见货职旁边的老人的时候 脸色全都一惊 叶长老谋底微臣 夫人是顾老爷子 他这时候出来想干什么 叶君慈簇眉 顾老爷子已经有十多年 没有在外头走动过了 今天怎么突然出来了 货职和总长老 顾老爷子三人 走到最前面的主位上 整个会议室都安静极了 货职压了压面前的麦 从顾小姐回来 关于我即将卸任理事的消息 就一直在流传 这并不是谣言 顾小姐昨天已经通过长老会的考核 话说到这份上 今天这场会议的目的 大家心里都有谱了 不是商量102基地继任仪式 而是货职要卸任 至于昨天的动荡 很有可能跟考核有关 而新一任理事是谁不言而喻 顾盲回来至今不过一个多月 这速度也太快了 货职看着众人 顾小姐已经在接触 极静周内部事务 一周后 我会正式在理事府举办卸任仪式 现场没有人说话 但能清晰地感觉到 气氛的躁动 或执一卸任 极静周就要变天了 顾家还是翻身了 就靠一个从外边回来的顾盲 极静周这么多天才 用最好的资源培养了这么多年 却比不上一直在外头的顾盲 总长老道 顾小姐会担任新的理事 她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以前或许很多人 没把顾盲放在眼里 但经过昨天那场轰动 现在谁能不知道顾盲的能力 叶君辞手指敲了敲 不先给102基地 先让顾盲接任理事 白家这边也格外安静 总长老继续道 还有件事情要宣布 就由顾老来告诉大家 顾老爷子出现在这里 原本就奇怪 这会儿听总长老这么说 所有人目光落在那位老人身上 顾老爷子很多年 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坐过 如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 似乎又回到了以前他掌权的时候 苍老精锐的眼里 野心一闪而过 顾老爷子表情和蔼 顾盲和霍职很早就定下婚约 一直没正式对外宣布 这次卸任仪式 也会是他们的正式订婚宴 话落 下面又躁动起来 霍职和顾盲订婚 那卸任不卸任又有什么区别 左手到右手 叶长老看向叶君辞 夫人 叶君辞没说话 盯着顾老爷子 白老爷子和白张彼此看了看 眼神都很沉 白张冷声道 这事儿是不是需要顾盲在场 在场就只有白老爷子和白张 对订婚宴有发言权 顾老爷子文言 表情和气地开口 顾盲父母不在了 婚事自然有我这个当爷爷的做主 叶君辞上车 面上火气明显 打得一手好算盘 叶君辞拿过烟和打火机 犹豫了下 又趴地拍在扶手上 叶长老很久没见叶君辞发这么大火了 前头司机一声都不敢吭 升上去隔板 发动车子开回叶家庄园 叶君辞冷笑一声 他跟顾盲不合早在四大家族传遍了 现在是要顾盲这个姓 压根没想过让拳 霍执始终是个外星人 那老东西 现在就是让顾盲当个傀儡 坐在李氏那个位置上 给顾家撑脸面 全还是在霍执手里 霍执对顾老爷子言听计从 整个吉尽周 跟掌握在顾老爷子手里没区别 叶长老想了想 顾小姐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他虽然跟顾小姐接触不多 但还是能看出来顾小姐不好惹 何况 人现在还有了身孕 跟我抢儿媳妇 叶君辞手指摩擦着象牙打火机 盯着前面坐椅背 还是叶家这些年太低调了 叶长老 京城 霍执周一回来 先去了趟血液所 郁仲景研究药剂的团队 已经跟血液所这边的团队彻底合并 血液所地方大 郁仲景直接带着自己的实验数据和团队过来这边 霍执周提供资金 几乎是源源不断 财力惊人 于是顾忙给的钱 郁仲景又开了一个医疗研究项目 霍执周穿着白大褂 推开大实验室的门 老刘 把你右手边那个试剂帮我拿过来 郁仲景嚎了一嗓子 乱糟糟的头发上绑着眼镜 霍执周看见他衣服上全是化学药品的污渍 一块一块的 颜色各异 叫老刘的研究员把试剂递给郁仲景 一转身 看见门口的陆执周 人当即变得恭敬起来 陆绍 郁仲景听到声音 抬起眼 推了推眼镜 见真是陆执周 笑得跟杰克一样 眼睛在发光 才神爷来了 陆执周 男人拉了拉白大挂的袖口 走进去 郁仲景把试剂加好 然后到蒸瘤那边替唇 找了个研究员过来帮他看着 陆执周扫了圈实验室 到哪一步了 郁仲景拧开水龙头洗手 回答他 就差最后一个稳定计了 其实我手里现在有个半成品 就是没实验的对象 我来 需要怎么做 陆执周看着他 郁仲景可不敢拿他冒险 抽点血吧 我拿你当信号信号实验 我师父得宰了我 陆执周没说话 下巴一抬 把你半成品拿上 去临床实验室 不容置疑的语气 郁仲景擦手的动作僵住 犹豫着问 哎真的 嗯 陆执周到 别给我弄废了就行 信号信号实验出特征结果快 我不太确定 郁仲景老实说 什么研究结果 都是要经过无数次实验的 要知道 陆执周是活生生的人 要是真出意外 郁仲景本来以为这样能吓住他 少废话 陆执周转身往出走 郁仲景望着他的背影 叹了口气 都是不把命当回事的主 陆执周从临床实验室出来的时候 脸色很难看 眼底不满血丝 他用力握了握拳头 又甩甩手 手指才不抖了 针灸的针往血脉上扎 还有那个半成品的药 挺疼的 跟真的要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郁仲景紧张地问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要不你打一拳再试试力道 那半成品 要真让陆执周身体出什么毛病 他绝对小命不保 没事 陆执周掰了掰手 刚才的特征数据都记录好了 郁仲景道 好了 以前顾芒做过这种实验吗 陆执周活动了下肩膀 身体慢慢在恢复 转向他 郁仲景摇摇头 我这半成品 最近才做出来的 以前顶多抽我师父点血 陆执周回想起刚才刺骨的疼 脑子里紧动的神经微松了松 以后抽血也找我 别找他 他说 郁仲景看他一眼 你给我师父花了好多钱了 那钱换成现金 都能对一座巨山 陆执周没应这句话 只说 尽快出结果 他可不想顾芒 用这种半吊子药剂 说完 他离开血液所 陆一的车就在门口等着 看见陆执周下来 恭敬道 陆绍 男人脸色难看得格外明显 陆一多看了两眼 陆执周钻进车里 去红蝎 陆一低头 是 他拉开车门上了驾驶座 陆执周坐在后座 响起郁仲景刚才的话 钱算什么 命都能给他 车子刚发动 陆执周手机震了一下 他从兜里掏出来 寂静周那边陆四发来的消息 霍执即将卸任的消息 很快传遍整个寂静周 周内新闻官网 每天都在报道 顾芒和霍执 在长老会的陪同下 同进同出各大管理部门 两人似乎已经开始交接各项事务 以及一些内部权限 陆四每天都在给陆承周 转发新闻链接 但是从来没受到过一条回复 顾芒的接任仪式 好像就那么无风无浪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霍执和总长老 两人都觉得顾芒太过平静了 连顾老爷子都想过 顾芒可能会闯进顾家庄园过来 给他难堪 他甚至都想好 怎么让顾芒乖乖就范 能宣布订婚宴 自然做好了顾芒闹事的准备 可是顾芒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做 总长老谋色发沉 大小姐这算是认命了吗 霍执捏着签字钢笔 一下一下敲着文件 他很聪明 应该知道 他不按我们的安排来 102基地的接任仪式 也会无限期拖下去 总长老点头 会认清现实就好 霍执放下钢笔 看向光头 明天李氏府周围 安排三倍的人手 是 光头恭敬的应声 总长老看着霍执 问道 你怕明天出意外 以防万一 霍执思索了下现在的局势 顾芒默认了订婚宴 白家就不会有动作 杀手联盟也不会 应该不会有意外 总长老忽然想起陆成舟 赤檐那边有什么新动作吗 没有 霍执端起咖啡 一切如常 前几天情报出来消息 霍执周在明城十四所出现过 总长老沉思了几秒 抬起眼 既然是大小节的订婚宴 我看他的朋友也得过来 霍执文言 皱了皱眉 你别动孟金阳 小心把他惹火了 总长老笑笑 我当然明白 暂时不会动那个小丫头 只是暂时 一日 是幻界一世 顾芒真像他跟霍执周说的那样 这七天一点事都没惹 今天人也起得很早 一群人坐在餐厅里吃早饭 似乎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就是顾四江碎玉木峰这些人的眼神 时不时朝顾芒小心翼翼瞥去一眼 幻界仪式没有一个人放在眼里 他们担心的是订婚宴 要知道这七天 这位大佬对订婚宴提 都没提一个字 陆执周那边也没动作 咬了几口饼 玉木峰忍不住出声 看着顾芒 小祖宗 你知道今天要去干嘛吗 顾芒抬眸 挺邪气地勾了勾唇 干大事 玉木峰 芒姐 吉静周这帮人不老实 你说军权他们今天会不会不给你 江碎喝了口豆浆 我要不再调些人过来 不行就抢 顾芒道 不用 应该没那么麻烦 江碎想象也是 霍职和长老会有点脑子 都该明白 现在别跟这位大佬耍花招 先把军权拿到手 至于霍职留下来的那些管理层 要换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 吃完早饭 一行人便去了李世府 路上能碰到 插着各个家族旗帜的车队 全部开往李世府的方向 顾芒道的时候 就看到李世府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马 持枪来回巡视 外头马路上 凭着重型武器 森严庄重 换届仪式举办规模极其盛大 州内几大权威媒体 全程跟随报道 各大家族家主 以及族内重要成员 基本已经全部抵达李世府 仪式还没开始 互相依附的家族 这会儿成群站在一起 按照人群大小 就能看出 即便是冷家经历过最近的几次大动荡 势力还是四大家族之首 白家当年备受看好的几个小辈 如今家族内手握即进州管理实权的 一个都没有 明显已经开始唱衰 成了垫底的 叶家这边 一群人不断地朝门口的方向看 叶夫人怎么还没到 一个人奇怪地问 不知道 距离接任仪式开始 只剩下十分钟了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不可能 叶夫人若是出示消息 早就传到这边来了 原本站着聊天的人 现在都往摆放着自己名牌的位置那边走 所有人陆续入座 低牌空着的三个位置 刹那间格外明显 叶君慈 叶家少主 还有叶君慈的侄女叶幽 名单这种事 是不需要或直亲自过目的 以至于她看见叶家多了一个人 微微一愣 叶家少主 或直看向光头 什么人 光头也有点猛 叶夫人任何场合都带的是叶幽小姐 她不就是叶家少主吗 当时她看见名单 以为叶家少主和叶幽是一个人 就没有疑虑 直接签了字 怎么 不是一个人 会不会是下面的人安排错了 光头猜测 接任仪式这样重大的场合 犯这种低级错误 仪式结束后 负责人得吃不了兜着走 或直醋了醋没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在她手底下办事的人 还不至于这么没脑子 这时候 总长老走过来 叶家的人全都没到 也没传消息过来 这事怎么办 或直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 还有三分钟 她说 会议那天叶家人都在场 没有意义 总长老听明白她的意思 不等了 或直看了眼不远处的故忙 到时间就开始吧 九点钟 接任仪式正式开始 全场立刻安静下来 余光里只能看到 记者的摄影机闪光灯 接连不断地闪烁 发言台背后 是吉静州的周琪 贺责上台 发表了一段官方致辞之后 宣布自己正式卸任 总理事的位置 接着请顾忙上台 贺责 正打算去握她的手 却发现 她到发言台前 便转了过去面朝打架 她手指僵了下 不动声色地垂下 看着下边所有人 从今天开始 顾忙小姐 就是吉静州的总理事 顾忙开口 声音寡淡 我是顾忙 吉静州新任总理事 女生语速不快 一双眼睛漆黑 眉眼间是遮掩不住的锋芒 带着射人的压迫感 仿佛她站在那里 所有人就该俯首称臣 或知余光落在她的侧脸 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顾忙坐上总理事这个位置 就等于彻底 跟吉静州捆绑在一起了 不会再离开这里 她还是回她身边了 或知看向下边的一群人 笑了笑 借此机会 我还想在媒体面前 宣布一件事 就是这个时候 哐当一声 会议厅的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 三道人影出现在门口 为首的就是叶君慈 左后边是叶幽 右后边 或知看见来人那张脸 同人骤然一缩 霍先生还想宣布什么 轻烈慵懒的声音响起 能出现在接任仪式上的 都是吉静州地位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背景深厚 手握重拳 彼此或多或少都打过交道 这道声音出现得突兀 又陌生 吉静州看中血脉传承 这种场合 是绝对禁止外人出现 整个吉静州 只有霍职跟总长老有特权 但是 看霍职的反应 显然不知道 还有人要来 所有人沉着目光转向门口 就看到叶君慈和叶幽 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穿着黑色西装外套 扣子没扣 没打领带 显得随意又慵懒 偏偏里头黑色衬衫的扣子 规规矩矩 挤到最上面一颗 他单手插兜 不疾不徐 朝第一排那边走过去 白老爷子看见人 轻叹了叹 总算来了 我这心脏 都被这两人折腾得不好了 白张点头 也松了口气 可看见四周这些人 想到吉静州的规矩 谋底又变得凝重 他偏着头低声说 爸 叶家这下麻烦了 突然出现一个 不该在这里的人 平时内部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的这帮人 几乎是瞬间一致对外 露出明显敌意 尤其是对方气场过于强大 陆成州 有人认出男人 迟疑着开口 似乎不确定 会在这里看到他 陆成州极少露面 认识的人不多 但在场还是有几个人 曾经跟他接触过 这会儿看见他 都格外惊恶 听到这个名字 会一听紧绷的气氛 突然变得躁动起来 京城陆家 是个很特殊的存在 势力庞大 家族底蕴极其深厚 只是在陆老夫人去世后 四分五裂 但这并不妨碍陆家这两个字 对所有人的影响力 以及现在陆家的一把手 有人不敢相信地问 你说的是谁 京城陆家那位 对方点点头 不由你没 他怎么会来这儿 冷悬脸上的伤口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没有恢复如初之前 他在外头还是戴着口罩 看见陆成州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 然后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像是害怕被他见到自己 有瑕疵的脸 陆成州走进会议厅 谁也没看 目光直直望着 正前方发言台上的女生 以及他旁边的霍职 那双冷冽漆黑的双眸 寒光闭露 叶君慈看着霍职 微微一笑 抱歉 来晚了 接任仪式已经结束 长老会看见叶君慈毫无诚意 轻飘飘地道歉 面色有些难看 尤其他还未经允许 带进来了外人 叶夫人 毕长老站起来 表情素冷 瞥了眼陆成州 坐到你这个位置 还需要跟你重复吉尽州的规矩吗 叶君慈走到自己坐席这边 气定神闲地坐下 目光转过去 仍带着微笑 什么规矩 毕长老皱眉 声音愈发地冷 你私自带一个外人进来 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带外人了 叶君慈双腿交叠 抱着胳膊 稍微偏头看着 隔了一个走道的毕长老 眼底很凉 这句话就像是把所有人当傻子 都大摇大摆地 把人带进来了 还在这睁眼说瞎话 毕长老吃笑一声 叶夫人是打算说自己不认识陆成州 还是打算扯个关系 说他不是外人 要我帮你想吗 义子 什么义子不义子 这不是胡闹吗 吉尽州的内部会议 什么时候轮到外人随意出入了 冷老爷子不屑地开口 陆成州没坐 姿势慵懒地 靠着摆放着陆家少主 名牌的那个会议桌的位置 手扣着三棱形的名牌 竖着撑在桌面上 很嚣张的动作 一种完全没有把这个身份 放在眼里的嚣张 男人一双眸子漆黑 望着发言台 眼底像是 被什么刺到了似的 冷冽地半脸着 总长老瞥了眼这边 立刻就意识到 叶家少主的位置 是给谁准备的 义子 他淡淡开口 吉靖州所有内部事务 禁止外人参与 叶夫人 我不管你跟陆家怎么回事 不想给叶家惹麻烦 把你带来的外人请出去 叶君慈眼神凉薄 慢吞吞的 外人不能进来 我自己亲生的儿子 叶家的少主总可以了吧 白老爷子和白张正 担心这事怎么收场 突然听到这么一句 两个人茫然地抬了抬头 亲生的儿子 毕长老僵硬地看着叶君慈 你自己的儿子 全场的目光 都朝着这边看过来 谁不知道叶君慈一直未婚 就连出入各大场所带的 都是自己侄女叶幽 现在叶君慈口中的叶家少主 自己的亲生儿子是陆成州 这怎么可能 叶家和陆家如果有关系 吉靖州这边 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或执掌全晚 很多以前的事情 他的认识仅限于资料中 总长老不一样 他在吉靖州不止手握重拳 更是最年长的一位之一 随着叶君慈这句话 他脑子里有无数零零碎碎的信息闪过 叶君慈是叶家那一辈最出色的 从102训练基地出来 就定下了继承人的位置 但没多久 叶君慈失踪了 叶家对外称叶君慈出去历练 可信度并不高 有什么地方比吉靖州的资源还要好 出去历练 就像是个欲盖弥彰的笑话 所有人心里笃定 叶君慈出事了 叶家损失一个继承人 几乎所有家族乐见其成 毕竟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谁会不高兴 可偏偏四年后 叶君慈回来了 重新掌权 叶家在他手里崛起 即便是在吉靖州低调的步行 也没人敢轻易招惹叶君慈 只是关于他这四年去了哪里 不管是哪一方势力的情报网 全都查不到一点消息 总长老又想到陆家的资料 陆家大房那位从来没出现过的女主人 一直是个谜 若那个人是叶君慈 那就全部对得上了 能坐在这里的人 脑力都极好 没多久都明白过来 或是也突然意识到 为什么那天顾芒在102基地考核的时候 从来不站队的叶君慈 会为顾芒说话 叶君慈笑了笑 没问题都做吧 霍先生还有事要宣布呢 别耽误了 霍职今天准备得很充分 不惜动用大批武器 驻扎在李氏府外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他盯着陆成舟看向顾芒的眼神 身侧的手攥了攥 根本就没失意 陆成舟让所有人都相信 他不记得顾芒了 跟叶君慈的关系 隐藏了这么多年 今天却以叶家少主的身份 出现在这里 他连动手的理由都没有 陆成舟身份曝光 现场气氛没有缓和 反而更加暗潮涌动 霍职眼底漆黑 两秒后 紧钻的拳头松开 缓缓勾起唇 陆绍是来参加 我和顾小姐的订婚宴的 他说着 抬手就要去拉顾芒 动作有些强硬的异味 女生却突然抬脚 往前几步 下了发言台 霍职抓了个空 手指墨地收紧 就看到顾芒朝陆成舟的方向 走了过去 顾老爷子 总长老这些人 全都变了脸色 媒体的快门 似乎比刚才更加频繁 恍如潮水般汹涌 顾芒走到陆成舟跟前 表情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看着所有人 漫不经心的 我呢 也有件事通知你们 跟霍职用地宣布两个字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通知这个字 有一种无形的 不容反驳的压迫感 笼罩着所有人 顾老爷子心里不好的 预感地袭来 从顾芒回吉尽舟 就没有一件事 在总长老的计划中 他看见顾芒这个举动 浑身警铃大作 立刻站起来 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沉着声道 顾李氏 你有什么事 还是等您和霍先生 订婚宴结束之后再说 您才刚接任 最后那句话一字一顿 暗含警告 顾芒文言 眉眼微调了下 笑了 不行呢 一点都不配合 总长老当场脸色 变得难看起来 顾芒抱着胳膊 简单介绍一下 我未婚夫 陆成舟 话音落地 全场一片死寂 三秒后 随着记者快门声疯狂作响 要知道霍直早就在之前的会议上言明 今天除了顾芒的接任仪式 还会宣布 他跟顾芒正式订婚 两人这些天的同出同入 有目共睹 结果陆成舟突然出现 顾芒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霍直的脸 陆成舟站直身体 看着霍直 轻慢地笑 霍先生 我可不是来参加什么订婚宴 我是来 证明的 霍直眼底骤然阴沉至极 顾老爷子苍老的双眸 冷冷地盯着顾芒 顾芒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陆氏军工集团 陆老夫人名下所有资产 陆家的聘礼 我已经收了 顾芒不紧不慢地开口 这事谁不知道 你们不也想要 陆老夫人葬礼上公开宣读遗嘱 当时引起多大轰动 在座没有一个人不清楚 那是陆家给顾芒的聘礼 顾老爷子拧眉 他就说 陆老夫人 怎么可能就这么把陆家 半壁江山拱手送给顾芒 遗嘱的是早就人尽皆知 长老会甚至还动过 陆氏军工集团的心思 由不得他们不认 我的婚事 顾芒一边嘴角勾了勾 让你们白费心思了 叶君慈站起来 看看顾家那边 再看看白家那边 笑着说 顾老 白老 以后大家就是亲家了 陆成舟背后的赤言 陆家背后的红歇 再加上叶家的势力 只要脑子没问题 都不会反驳 叶君慈这句话 也反驳不起 顾老爷子 或直 总长老的计划 就这么胎死腹中 难怪叶君慈和陆成舟 要等顾芒接任仪式之后 才进来 若是准时进来 或是根本不会 把军权交给顾芒 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到了顾芒手里 接任仪式 就这么兵荒马乱地结束 所有人离开的时候 都有些不在状态 平静了近十年的吉进舟 好像越来越乱了 冷玄看着那边 顾芒和陆成舟跟叶家 白家那几人 站在一起的画面 眼神又冷又沉 陆成舟身份曝光 势力光明正大 驻扎吉进舟 顾四眼睁睁 看着李师傅 里里外外的人和物 被陆成舟换了个遍 连条狗都没放过 李氏大楼 总长老的办公室 顾老爷子和货职 安静地坐在沙发这边 都没有说话 就在他们觉得 顾芒想明白了 默认婚事的时候 今天顾芒就给他们 来了这么一出 事情已经完全脱离 他们的控制 总长老倒了两杯茶 抬起眼 看了他们半晌 出声 我原想 若是这次接任仪式顺利 我就可以放心顾小姐 接管一百零二基地 只要顺利 他们控制不了顾芒 顾芒背后的势力 他们都不敢轻易动手 眼下再来一个陆成舟 总长老 甚至有些后悔 没听冷玄的话 在顾芒回来的第一时间 就把他送去实验室 直接开始培养顾四 顾老爷子 现在唯一庆幸的 就是利用顾芒 把顾显弄了出来 一百零二基地 还没到顾芒手里 他是真小瞧了 他这个孙女 对他来说 顾芒和谁订婚都无所谓 他要的是对方的势力 来填补顾家 陆成舟其实比货值 更符合他的要求 可是却没有货值顺从他 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 到头来 只会变成危险 总长老叹了叹 他让我很失望 声线里似有似无的狠 顾老爷子手指 敲着沙发扶手 准备培养顾四吧 总长老微微眯起眼 货值端着茶杯 眉眼垂着 再想另一件事 陆成舟是叶家的人 他的体质 会需要药吗 总长老倒是不在意这个 他需不需要无关紧要 顾芒需要就行了 或者摇摇头 对我来说挺重要 他一直都想不通 为什么不愿意回 吉进舟的顾芒 突然决定回来 还主动带着顾四一起 甚至跟陆成舟 演了那么一出戏 让他们都以为 顾芒背后没人了 任由他们拿捏 结果连总长老 都栽在他手里 顾芒一回来 就提出 接管102基地的要求 很明显是冲着药房去的 他以为顾芒 是为了他和顾四 若是陆成舟也需要药 或者扯了扯嘴酒 他教了他这么多 护了他这么多年 连他一个正眼都换不来 总长老能在这个位置 做这么多年 脑力自然极好 没几秒就明白 霍芒的意思 他瞥了霍芒一眼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 吉进舟彻底乱了 我也不在乎再乱一点 102基地的事 你最好不要插手 霍芒放下茶杯 起身 声音很凉 我只要他安全 其他随便 两人看着霍芒离开办公室 顾老爷子这才说 顾芒不能留 总长老又给自己添了杯茶 好办上 办公室响起他幽远的探声 可惜了 A001这么好的苗子 冷家别装这边 冷老爷子坐立难安 现在怎么办 你真要把102基地给顾芒 冷玄翘着腿 气定神闲地喝着茶 现在就算是我想让 长老会也不会允许我让 冷老爷子文言 愣了愣 什么意思 那协议上有整个长老会的签字和印章 梵天也在场 还能反悔 冷玄淡笑 这个世界 谁都摆脱不了条条框框的约束 既然结果都是被人控制 为什么不选一个 对自己最有利的势力方 总长老会知道 只有他才是 最适合102基地的人选 冷老爷子还是不太明白 可顾芒他现在 背后有赤炎 杀手联盟 白家 叶家 谁还敢动他 更何况 你别忘了顾芒考核几遍 顾芒早就不是那个 刚回吉尽州的顾芒了 冷玄转向他 已经收了笑 一双眼满是阴暗 你知道 提线木偶的线断了 会怎么样吗 冷老爷子你没 没说话 女儿现在性格大变 很多时候神神叨叨的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冷玄继续道 提线木偶的线断了 不是摆脱控制 而是会变成一堆垃圾 谁会对一堆垃圾手下留情呢 顾芒真以为长老会看中他 就不敢动他了 冷老爷子张了张嘴 恍惚明白他的意思 你是说 冷玄又笑了 吉尽学院每年选拔的人才越来越少 资质也越来越差 再这么下去 人才极度匮乏的后果 就是吉尽州迟早会没落出世 他的实验室 一直缺一个活体实验品 总长老以为 凭顾芒和顾四的天赋 会为吉尽州延续辉煌 顾老爷子把顾芒和顾四 当成顾家翻身的跳板 然而顾芒和顾四 根本不会任人摆布 订婚宴只是试探顾芒的 也是总长老和顾老爷子 给顾芒的一个机会 顾芒却当众打了 或指总长老和顾老爷子的脸 一个不听话的傀儡 留着又有什么用 冷玄又想起接任仪式上的画面 陆成州既然是叶家的少主 就是不知道他需不需要药 若是他需要 那所有的事就都好办得多了 陆成州留了陆一和陆三一大批人 在李氏府上后 带着顾芒回了小别墅 上去休息 陆成州握着顾芒的手 下巴一台楼上 回来的路上 他就有点困 靠在他身上睡了半小时 嗯 顾芒点头 摘掉鸭舌帽捋了捋头发 慢吞吞上楼 陆成州等他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才收回目光 一侧身就发现顾四瞪着他 陆成州 顾四小脸板着 哼 他扭头就走 一脸看见他就来气的表情 小短腿还没迈出去两步 就被抓住后 衣领拽回来 顾四脸色一黑 陆 刚喊出一个字 就被陆成州捂住嘴巴 四爷 别把你姐喊下来了 他需要休息 陆成州懒懒的声音 在顾四头顶响起 顾四立马就粘了 陆成州松开手 走到沙发那边坐下 年轻人不讲道德 怎么还拿着钱不办事 玉木峰看着陆成州 在顾四面前这么嚣张 就很不爽 诚哥 陆成州点点头 给自己倒了杯水 人还是我拦下来的 玉木峰 江岁瞪大眼 顾四委屈巴巴的 看向玉木峰和江岁 你们还不知道 之前的白随和现在的白随 不是一个人 之前那个是陆成州 玉木峰被绕晕了 啥玩意儿 江岁也听不明白了 两人就看了眼那边 一言不发站着的白随 再看看坐在沙发上的陆成州 然后玉木峰发现了一件事 之前他是奇怪 他家小祖宗 怎么突然会对白随那么信任 还要白随的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小祖宗好像又对白随 变成以前那种淡漠的态度 江岁脑子也转过来了 从逼他家忙姐吃药那会儿 或者更早 白随应该就换成了陆成州 操 玉木峰看着陆成州 难怪顾四改群名 还扬言跟陆成州不共戴天 他想了下 顾四当着白随的面叫姐夫 还护着陆成州 跟白随勾肩搭背叫随哥 这他妈 江岁表情复杂地吞了吞口水 就很牛逼 顾四提起这事就来气 恨恨地咬牙 你欺骗老子感情这事 多少钱都弥补不了 你对我小心灵的伤害 小心灵 陆成州沉默了一秒 懂了 一千万不行是吧 那两千万 玉木峰和江岁 清晰地看到顾四眼底亮了下 顾四哼了声 拿出手机 扭扭捏捏过去 把二维码举给他 那你加一下我微信 陆成州眉眼微调了下 加微信干什么 他说着 还是拿出手机扫了下 结果刚加上 陆成州的手机 就开始发疯 似想着微信消息提示音 振动强度大的他 几乎拿不住 往屏幕上一看 不过一眨眼 两百多条未读 刷屏的姐夫两个字 陆成州 顾四嘿嘿一笑 一声姐夫两千万 谢谢惠顾 不枉他专门写的叫姐夫的程序 就在这儿等着呢 手机还在震 还在响 一句话的功夫 又刷到了五百条消息 顾四盯着陆成州的手机 一脸我马上要报复 兴奋的不行的表情 陆成州 这小子是想把他叫破产 楼上 顾芒回到房间 却没有了睡意 他从柜子里取出黑色背包 抓着底部翻过来 东西乱七八糟的 全倒在床上 拨了拨那一堆 拿起机械手表 这是父母留给他唯一的东西 里面有个应急联络器 还有热感反应 也能采取密钥信息 顾芒想了想 又拿起金属长铁盒子 然后走去茶几那边 坐在地毯上 打开台灯 从盒子里取出工具 小心翼翼地 开始拆机械手表的表盘 零件都太小了 顾芒拆得很慢 怕损坏 两分多钟才取下后盖 顾芒看着里面 复杂繁琐的构造 眉心醋了醋 一览无余 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 随后 他又看表盘厚度 有些像双层 但只有零 一毫米的误差 他继续把里面的结构拆分开 一个一个拿出来 夹层的特殊金属片取出来 顾芒看见 夹层中间的一块小小的纸 他只是抱着适时的心态 没想到真的会有东西 顿了几秒 顾芒用镊子夹着打量 随后他小心地打开折叠的纸 纸张薄如蝉翼 他动作放得很轻 盘弄破 铺开也是半个指甲 那么大的纸块 材料似乎有些特殊 上面有一行非常模糊的小阴影 仿佛记录着什么 顾芒拿起放大镜 看到两行特殊的符号 好像是什么密码 房间门忽然被推开 顾芒思绪被打断 往门口看了一眼 路程周缓步走进来 就知道你没睡 男人到他身边 随意坐下 手自然地缓住他的腰 看着茶几上那些零件 怎么把表拆了 顾芒抿了抿唇 我爸妈只给我留了这个机械表 我和顾四不可能一直躲着顾家和长老慧 我总觉得这表应该有啥作用 他手里一点资料都没有 路程周拿起一个银制的镊子 加起一个零件 拿着放大镜看 仔仔细细看了有十分钟 把所有零件看完 他放下东西 看向他 你爸妈是不是跟你一样 什么都会 嗯 顾芒不知道他这么问的意思 路程周下巴一台桌上的那堆零件 这都是很多特殊材料研究所 刚有起色的项目 你手里都有成品了 而且 这表应该很多年了 技术领先十几年 路程周用镊子 指了指其中一个原型零件 这个合成材料 是十四所上半年刚研发成功的 我投了近百亿 他在十四所待了小半年 六个团队跟着他一起研发 才出结果 吉进周应该没有这个材料 路程周说 一般很多研究结果 吉进周都会对外公布 因为他们要卖给其他国家回流资金 所以这材料应该是顾芒父母研究出来的 没有公布 女生沉默了两秒 出声 其实 我跟我爸妈接触不多 他们很忙 一两个月才会回来 看我和顾音顾四一次 只对我带很多书 路程周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做得舒服点 我也不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顾芒道 你知道 吉进周天才很多 体质跟我们一样 恢复力挺厉害 他父母和他一样 什么都会 很正常 再者 他父母十几年前 能有条件研究出那些材料 可以推测出 当时的吉进周科技有多发达 路程周点点头 目光又落在那堆零件上 有发现什么吗 顾芒恩了声 加起那块纸给他看 上头有一行符号 我没见过 你看看 他学的东西很杂 自认为见过的东西不熟 但这个密码 他是真没见过 路程周拿起放大镜 看清那一型特殊符号 他牟底顿了顿 好一会儿 低笑出声 顾芒挑眉 认识 我自己的密码 本能不认识 路程周低声说 知道周记银行吗 顾芒放下手里的东西 胳膊支着脸 半眯着眼睛看他 别告诉我这银行你的 最神秘的银行 有钱程度不用说 从不上市 业内安全系数绝对第一 保密度极高 他是听说过 这家银行有自己的密码本 不过他的钱全砸给遇中紧了 没钱去存 也就没见过密码符号 顾芒第一次有点心泪 好穷 路程周手只勾了勾他的脸 我的就是你的 顾芒 路程周手只夹着放大镜散漫的晃 这是周记银行的保险箱密码 你爸妈在我那放东西了 哦 顾芒挺冷淡的硬 那你还我吧 路程周忍不住笑 好歹也是隐萌的老大 怎么还嫉妒我比你有钱呢 顾芒携他一眼 对他猜出来 他身份这事不怎么意外 然后他真情实感 一本正经地说 我真的穷 我的钱全被遇中紧败光了 医学研究有多少钱 参考去趟医院看病 有多贵就能知道 有些救命的药 一瓶几万十几万都有 可想而知 研究经费是多庞大一笔开支 但育仲井团队所有研发的药 只收制作成本 研究经费不往里面算 所以 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育仲井 深受各国医学界推崇尊重 路程周揉揉他的脑袋 也很正经地回答他 巧了 我也穷 穷得只剩下钱了 绝配 顾芒微微一笑 自己滚还是我帮你 路程周抱着他脸 埋在他颈窝里笑 一起滚我考虑下 行啊 顾芒撑着脸 点点头 笑得挺勾人的 来 什么话都敢说 眼下顾芒不方便出极境周 顾枕和白雪留下的东西 路程周便打算亲自去茗玉周去 我尽快回来 路程周捏了捏他的后颈 有事打电话 顾芒挑眉 你现在是真啰嗦 路程周噎了噎 在他唇上轻咬了下 小眉阳心 顾芒 路程周走之前 留了不少人保护顾芒 吃完晚饭 顾芒在房间了 写好实验计划 走去实验室 刚穿上防护服 手机响了起来 云林打来的 他接通 肩膀夹着手机 扣白大挂的扣子 是我 爷 云林的声音传过来 我把你家都快翻过来了 还是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顾芒道 不用找了 我发现了点线索 云林回长宁镇七天都没消息 他就猜到 那边应该翻不出他想要的 云林文言 松了口气 怕自己第一次亲自出马 就办事不利 那行 您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 我一会儿给你发一份名单 你派人手过去 顾芒扣好扣子 握着手机说 顿了顿 他才继续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行 云林应了声 挂断电话 顾芒把名单在手机上编辑后 又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遗漏 才发给他 孟金阳 江慎远一家 记恒一家 江岁一家 宋家 还有雷家 以及一些跟他有牵连的人 顾芒缓缓缓转过身 靠着试验台 手机反扣 撑着台子边缘 驱着腿 低头盯着地面 脑子里出现 他跟白许的最后一面 别指望顾家和总长老那帮人 会有人性 为了权势地位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他记忆中 白许第一次报答 叮嘱他 不准他和顾四回吉尽州 哪怕自己和顾芒死了 也不许回去 只交代了这么几句话 顾家和总长老 确实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第二天 他正在网吧里打游戏 接到警局的电话 顾芒和白许出车祸 现场极其惨烈 几个实习警察 吐得直不起腰 两人都没有全尸 他跪在地上 把零零散散的血肉 塞进他们残破的身体里 一针一针子子细细地缝好 他当时是真的想杀人的 大不了一起死 吉尽州不让他好过 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郁仲景和郁木峰两个人拦住了他 这一次 他们最好别把他逼到那一步 与此同时 明宇州停机坪 天气不好 飘着小雪 阴云厚重 压得又低又沉 地面湿漉漉的 陆成州从四人飞机上下来 黑色口罩 黑色长款大衣 身影齐长 裹着风雪 风姿盛极 陆九的车就停在一边 陆成州钻进车里 贺一度和秦放跟他打招呼 诚哥 男人汉手 近102的事 安排得怎么样了 前边陆九拧了车钥匙 往机场出口开 内部地图完整度85% 剩下的15%是禁地 没办法探测 贺一度稍微偏着头 那些地儿都是S级权限 应该只有总长老跟冷玄的精英团队 才有通行许可 这结果 陆成州意料之中 不过只要能进去 一个一个破解 贺一度继续道 就是现在有个难题 陆成州目光转向他 黑网那边发现 灵双的第二套密钥 能入侵他们 后台获取资料 直接给我们拉黑名单了 现在整个黑网 凡是跟102基地有关的单子 一律不接 贺一度摸了摸鼻子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黑网情报信息是真的庞大 里头还有个论坛 就像是灰色地带的一个信息平台 各种八卦消息 内部几个高级成员 知道102基地的存在 原本他们合作 都商量得差不多了 谁知道突然出现这种娄子 陆成周文言 眯起眼 车厢内气氛 陡然僵冷了好几个度 秦放缩着脖子开口 诚哥 其实这也不能怪我们 捷径是好走速度快 但是风险大 你看 报应来了 谁家好好的墙 被外人开了个后门随意出入 会高兴 只把他们拉黑 都是给他们脸 说实话 赤言这些年得罪的人 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 黑网不过就是 势力是大 不过他们还不放在眼里 大不了费点功夫给他打下来 以后就是赤言的底盘 就是打打杀杀 太耽误时间 陆成周听到这话 眉眼寒芒毕露 一开口 冷得像刀子 所以黑网不跟我们合作了 侧靠着副驾驶的情放 看一眼他的脸 倒抽一口凉气 身体本能地往后挪 跟他拉开距离 是 是啊 贺一度也头疼 无奈地吐出一口气 诚哥 这真不能怪我们 地下卖场 也有个挺厉害的黑客团队 两人看着不发一言的陆成周 气氛格外压抑 好办上 来人才出声 地下卖场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那地方每天都有活动 毕竟开在国际交易场所的地界 情放说完 顿了顿 最近的话 有一场年度拍卖会 是兰沙亲自举办的 兰沙是地下卖场工会诱使 目前地下卖场的一把手 黑网的最高管理人 工会是有会长的 不过从来没人见过 连这个人存不存在 都有争议 卖场大小事件 都是兰沙全权打理 陆成周点点头 去买票 拍卖会我去一趟 跟兰沙见见 贺一度跟秦放应了声 行 驾驶座的路久这才开口 陆绍 我们回吃盐吗 男人道 去周行 秦放文言 人愣住了 诚哥 你去周航干嘛 八百年都不去一次 怎么突然去哪 陆成周从手机上 查了极境周的天气预报 发现也在下雪 他一边给顾芒发消息 一边诞声道 取个东西 秦放本来就好奇 陆成周怎么会在这时候回明宇周 这会儿听他这么说 更好奇了 啥东西啊 周航除了钱 还能取啥 他们总不可能把自个儿东西放在那 陆成周给顾芒发了三条没有回复 想着他可能在实验室 就收起手机 人稍微往后靠 顾芒的 秦放跟贺一度对视一眼 十分理解 毕竟没人能让这位大佬 在这当口亲自来一趟 就是不知道顾芒的东西 怎么会放在周航 半小时后 陆成周一行人 抵达洲际银行 陆二是这边的总负责人 跟陆七一样 属于被发配边疆那一挂的 不过陆七现在跟了顾芒 一招翻身 待遇比陆一这个大哥还要好 陆二几年如一日守着银行 连陆成周的面都见不到 今天忽然接到通知陆成周过来 以至于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啥事没干漂亮 惊动了他们家也 周航银行这些年收益在他手里翻了几十倍 他好像也没啥错 提心吊胆地迎接到陆成周 黑色SUV在银行门口缓缓停下 几个男人下车 陆二快步朝那边一行人走过去 恭敬道陆少 贺少 秦少 陆成周单手插兜上了台阶 黑大衣依脚在风雪里翻飞 去保险库 陆二文言愣了一秒 反应过来立刻低头 是 周济银行保险库的系统 跟赤岩内部是一个级别 安全程度极其高 一行人通过层层的安保措施 和各种认证 到了地下保险库 已经是二十分钟后 整个保险库都是特殊材料打造 三米后的墙体 防御能力可想而知 最后一道安全门开启 众人的目光里 三面墙全都是小格子的保险柜 陆成周静止走向一个方向 故忙父母留下的密码 翻译过来是一串字母加数字 L2012000G L是洲际银行的标志 201是开户者自己挑选的保险箱号 后面的2000G作为密码 又位数不够 陆成周站在201号保险箱前面 箱门上就是个输密码的电子触控键盘 他想了想 把九个字母和数字全输了进去 看吧 保险柜门弹开 里面只有一个黑色的双手大的金属盒子 秦放一群人看着陆成周 动作小心地把盒子拿出来 都挺惊讶的 还是第一次看到男人 这么小心翼翼对待一个东西 盒子上带了密码锁 陆成周也没看 把盒子放进银色手提箱 扣上拎着转身往出走 秦放瞥一眼盒子 诚哥 这傻啊 不知道 陆成周给故忙发了条消息 说自己拿到东西了 所以道 故忙父母留给他的 秦放跟贺一度对视一眼 故忙父母过世都一年多了 但这东西 却现在才来取 还是他们诚哥亲自来 应该刚知道不久 周行保险库每年的管理费用 都是天价 能放在这儿的东西 绝对不普通 故忙父母留下的东西 为啥要用这种方式给他 秦放道 诚哥 那你现在是马上就回吉尽周 陆成周点头 蓝沙的拍卖回那天 他顿了顿 带购人手 以防万一 秦放跟贺一度明白 阴生 行 实在不行也只有打了 与此同时 故忙这边 夜色下 一辆黑色普通轿车 缓缓停在小别墅门口 黑色制服的副手 从副驾驶下来 拉开后座的门 恭敬地低头 蓝先生 到了 一个穿着中山装 短寸头半白的中年男人 从车内不出 他身形高大 双手附在身后 望着面前 这栋占地面积不算小的别墅 门口是最先进的安保识别系统 建筑结构 完全是按照战争时期的安全屋 来打造的 蓝沙在原地站了几秒 抬脚朝门口走了过去 他一靠近 别墅里头正在巡查的下属 立即搭不过来 面无表情地打量着蓝沙 声音冷酷 请问找谁 蓝沙的副手礼貌道 我家先生找顾芒小姐 别墅里头 陆七这些人来了之后 晚上大厅更热闹 不用值班的这些人 打游戏的打游戏 打牌的打牌 顾四以前没接触过排列游戏 不过他观察力天赋卓绝 记忆又好 上手十分快 很快就把排桌上的人杀得求饶 顾四看着自己手边 一堆粉粉的钞票 小脸笑开了花 陆七仿佛看见了顾芒二号 发誓以后再也不准虐 这时候 江岁的耳脉里 突然传出来声音 他听到对方传过来的消息 疑惑地问 找芒姐 就在门口 什么人 听到这句话 一群人安静下来 互相看了看 都晚上十点了 谁这时候跑过来 姓恩 江岁也不知道是哪个字 思索了半天也没头绪 便吩咐安检一下 再把人带进来 顾四看着他 有人找我检 江岁点头 招呼众人 都别玩了 收拾收拾 有客人来了 小四 你去实验室叫一下芒姐 行 顾四随手扯了个塑料袋 把钱全部塞进去装了一堆 悠悠地甩着塑料袋上楼 到二楼 他余光看见门口那边 下属领着两个人走进来 顾四都不认识 他小眉头微扬了下 收回目光走去实验室 顾芒实验还没结束 他观察着实验结果 头也没回头问 嗯 顾四点头 江岁哥是这么说的 我刚看见那两个人 我也不认识 顾芒思索了下 自己认识的人里 似乎没有心蓝的 他瞅一眼实验室的钟表 十点出头 这个时间点 顾芒拧了拧眉 还是扯掉一次性手套 丢进垃圾桶 吩咐玉木峰看着实验 又把白大褂和防护服 脱了挂进衣柜里 然后自己跟顾四下去 大厅这边 江岁见多识广 认人很有一套 看见兰莎的第一眼 就知道 这位绝对不是普通人 没敢怠慢他 客客气气地 把人请到沙发这边 亲自到了茶 M先生请 江岁坐在另一边的 单人沙发上 兰莎汗手 钟山庄一丝不苟 气场有些压人 声音凉淡得很 顾芒休息了吗 没有 芒姐她在实验室 江岁礼貌地回答 没打扰她休息便好 兰莎说完这一句 没再开口 等着顾芒来 两分钟后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顾芒看见兰莎 眸底顿了顿 义父 兰莎目光转过去 放下茶杯 人缓缓站起来 和蔼地笑了笑 难得还认得出我 江岁他们 也都跟着起身 一群人还没从 顾芒那一声义父里 缓过神 正愣地跟顾芒打招呼 就连顾四也呆住了 都不知道 她姐什么时候 有了个义父 一群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顾芒和兰莎 顾芒取出插在兜里的手 收起散漫的姿态 走过去 您怎么来了 听说 你接任吉尽周理事 过来看看你 蓝莎上上下下望着她 目光温和 女大十八变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顾芒摸了摸耳朵 啊了一声 大厅里人多 顾芒把人带去了楼上书房 等两人背影 消失在楼梯口 江岁看向顾四 王姐 还有个义父 这一瞬间 顾四觉得自己 像是个假弟弟 一脸猛逼地说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从来没听我姐提过 这个人 她连剑都没见过 江岁嘴角抽出了下 顾四都不知道 更别说他们了 路七和白髓几人对视一眼 书房 顾芒给兰莎倒了杯茶 递给她 在沙发上坐下 本来想翘二郎腿 最后还是收敛了下 兰莎看着她 轻叹 还是回几近周了 顾芒眉眼微垂着 没说话 小时候 她的计算机是她教的 跟着她学习那会儿 她记得父母 对她的称呼是鲨鱼 后来父母 让她叫她义父 她学什么都快 她只教了她几个月 给她留了本书 人就离开了 再也没见过面 有十多年了 她是真没想到 新N的 会是她十几年 没见过的义父 兰莎端起茶杯 笑了声 知道自己做错事 都在我面前抬不起头了 虽然这么多年不见 但她当时对顾芒很好 顾芒的第一台电脑 就是她看着她组装的 所以 两人之间的默契还在 并不算多生疏 她是她尊敬的长辈 父母不允许她 回几近周这事 对方应该也知道 所以才会说她做错事 顾芒文言 双眸微抬了抬 身体往沙发椅里靠 若有若无地露出些嚣张 她慢吞吞道 啊 也不是 想回就回了 避着就挺不爽的 一贯的狂 兰莎笑了笑 你这样 我还以为看到了你妈 顾芒手指点着扶手 想到白雪 我妈很温柔 不是我这样 温柔这个词 可跟你妈沾不上便 当年要不是你爸拉着 一百零二基地 早被她给炸了 兰莎说了两句 却又很快回过神 诗笑道 你这脾气 跟你妈一模一样 顾枕和白雪 是两个极端 顾枕轻雅弹薄 如翠竹 气质温润 白雪探布傲雪 如寒霉 一身傲骨 顾芒挑眉 那怎么没炸 兰莎道 有你了 你爸就带她离开寂静州了 顾芒瞇了眯眼 往自己腹部扫了眼 挑眉 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 碰上我了 顾芒其实没多大感觉 有时候都意识不到自己有了 真像她给玉木峰说的那样 顺其自然 兰莎似乎不想再回忆了 喝了口茶 这里是作用没这么大 102基地 才是整个极竞州的全市集中地 顾芒道 我已经通过102的考核了 最慢一个月 就是接任仪式 兰莎意外地看着她 你通过考核了 顾芒点点头 我回来就是冲着102基地来的 这地方 我必须弄到手 兰莎算算时间 顾芒回极竞州 也就一个多月 竟然这么快 不过 长老慧和冷玄 愿意把102基地交到你手里 提到这个 兰莎的声音略微有些沉冷 顾芒眉眼微调 很无所谓的态度 不愿意 她这话直接的兰莎不由拧眉 那你打算怎么办 顾芒笑 先亲自去一趟102基地 其他的再说 兰莎即便再不愿意 顾芒回极竞州 但人现在已经回来了 进102基地这事 她有能力帮忙 就不可能袖手旁观 兰莎道 你要想进102基地 义父这边有渠道 就是需要提前做些准备 你给我一周时间 顾芒自己也有办法进去 但想到兰莎跟他父母的关系 对102基地应该更熟 就没拒绝 谢谢义父 怎么还跟我客气 兰莎喝完了茶水 放下杯子 顾芒正要给她续满 她却抬手阻止了 她就靠了回去 兰莎道 过两天义父要办一个拍卖会 事情不多的话 来玩玩 这拍卖会上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很多 顾芒最近实验确实缺个东西 去拍卖会上碰碰运气也行 她想了想 这几天似乎没什么事 就答应了 好 时间不早了 兰莎跟顾芒又聊了两句家常 便起身离开 顾芒亲自把人送到门口 义父慢走 兰莎点点头 那三天后 义父派人过来接你 顾芒应了一声 目送兰莎上车 陆成舟回来 已经是后半夜 人基本都睡了 只剩下值班的 恭恭敬敬敬地朝男人行礼 陆七看一眼 陆成舟手里的银色箱子 低头 陆绍 别墅里跟外头不一样 温度偏高 陆成舟抬手解开领口的扣子 顾芒晚上吃得怎么样 挺好的 陆七回道 顾小姐没啥不良反应 陆成舟点头 往楼上走 陆绍 陆七忽然叫住她 上前一步 见她回头 恭敬道 晚上顾小姐的义父过来了一趟 陆成舟看着她 疑惑地问 义父 是的 陆七道 不过挺奇怪的 顾小少爷都不知道 顾小姐还有个义父 陆成舟沉默了几秒 往楼上看过去 人还在这儿 陆七道 十点那会儿来的 跟顾小姐聊了大概半小时 就走了 没出别的事 陆成舟问 没有 顾小姐对她的义父 似乎挺尊敬的 陆七很少见到 顾芒在谁面前收敛气场 陆成舟听陆七这么说 倒是挺好奇 这个人是谁 人既然已经走了 她就没太在意 往后应该还有机会再见 她说 知道了 随即拎着箱子上了楼 走到顾芒房间门口 陆成舟亲手 推开房门 走廊里的光线散落进去 能看清床上那道隆起 不明显的轮廓 陆成舟走进去 关上门 房间里重归黑暗 她拖了带着寒气的黑大衣 挂在门口的墙上 轻车熟路地往床那边靠近 经过茶几 把箱子放在上头 顾芒始终没什么反应 等她在床边坐下了 人还是背对着她 东西拿到了 顾芒声音困倦 又低又哑的 陆成舟嗡了一声 一个黑盒子 不大 要看吗 你没打开看 顾芒翻了个身 她说得很随意 似乎她的东西 都不会对她设讽 陆成舟心跳突然 重重跳了一下 脑子里出现顾芒一开始 即便是在她身边 稍微有点动静 她都会清醒 黑暗里 男人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她 她低笑 直了 顾芒稍微睁开眼睛 笑啥 陆成舟拨开她脸上 有些散乱的头发 你爸妈给你留的 你让我看 那明天一起看 顾芒重新闭上眼睛 困 陆成舟摸了摸她的脸 你睡 我去洗澡 一日 顾芒生物中照常起的 简单洗漱 抓着毛巾走到沙发这边 看着银色箱子 几秒后 她随手放下毛巾 打开箱子的锁扣 里头是一个颜色黑成的金属盒子 带密码锁 这时候 房间门被推开 陆成舟走进来 穿着家居服 似乎是刚跑步回来 顾芒偏着脸她一眼 目光又重新回到盒子上 陆成舟关上门 走去饮水机那边倒了杯水 L2012000G 那纸片上的密码 顾芒看着只有四位的密码锁 思索着是哪四个数字 陆成舟走过来 把温水递给她 不行我替你开 这锁挺好开的 话音刚落 顾芒手指的动作 陆成舟还没看清 咔哒一声响 密码锁开了 不是用密码开的 用的是开锁技巧 她手里还有一根细针 顾芒沉默地看了她一眼 那眼神挺有深意的 就像在说爸爸会不行 陆成舟 顾芒收回目光 打开盒子 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盒子里头装着两个黑色证件 和一张折起来的纸 还有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刺卡 顾芒拿起两个证件 是她父母的 黑色特殊材质 上面没有照片 字体是烫金的 和顾家的太阳文家族灰奇 异曲同工 顾枕 A级 生物医学研究核心处 白许 A级 特工处 A级是吉尽州的天赋实力最高评级 反面是竖着排列的三个数字 1 0 2 字体十分嚣张 这是顾枕和白许102基地的证件 鹿承州在他旁边坐着 看着顾枕的证件 生物医学研究核心处 你就顾四的地方 顾芒点头 冷玄的团队现在就管这 鹿承州思索了几秒 你当初应该还没进过102研究基地 是怎么找到顾四的 顾芒回吉尽州去的是训练基地 我妈告诉我的 顾芒目光落在白许的证件上 生物医学研究处在102是禁地 除了团队内部成员 没人进得去 鹿承州看着他 你怎么进 顾芒扯了扯嘴角 笑出一声 轻描淡写的 拿命径 半个基地的管理层都折我手里了 鹿承州谋底仿佛附了一层冰 原本自然锤着的手攥紧了 12岁 顾芒见他不说话 偏眸 就看到他沉冷的面色 他膝盖轻轻撞了下他的腿 动作轻逆 朝他不怎么在意的笑笑 鹿承州对上他黑漆漆的双眼 周身的低气压才稍微收敛 顾芒拿起那张黑色磁卡 上面什么标记都没有 翻来覆去看了一分钟 也没什么头绪 他便放下黑卡 拿起那张折起来 看着挺大的纸 展开 鹿承州看见纸上画着的东西 没分微调 102基地的地图 这一份 比他自己手里的那份还要全 上面标的都十分清楚详细 连几个禁地都有 地图最边角的位置 画了一个红色的叉 似乎是个特殊标记 不知道这地方有什么 鹿承州 只指那个特殊标记的地 去过这儿吗 爬爬 房门忽然被拍了两声 顾四的声音传进来 姐 吃饭了 吃过早饭 顾芒刚刚接任李氏 需要去李氏大楼开会 看着他离开 鹿承州转头也上了自己的车 去黑市 是 鹿一关上车门 绕到驾驶座 车子开出小别墅 走到半路 鹿承州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叶君慈打来的 他稍顿了顿 接通 嗓音带了寒烈 有事 冷悬来了叶家 说想跟你见一面 叶君慈的声音微微发沉 鹿承州的行程 一贯密不透风 也不好联系 冷悬只能走叶家这边 男人闻言 眯了眯眼睛 冷悬对他那点心思 他看得挺清楚 没空 扔下两个字 男人就要挂断电话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忽然传来冷悬悠悠的声音 陆绍不想知道102基地的事情吗 鹿承州打算挂断电话的手指 停在屏幕上方 两秒后 笑了 男人长腿交叠 慵懒地往后靠 手指敲着扶手 就没有查不出来的 你觉得你那破基地能撑多久 陆承州的手段 冷悬即便没亲自领教过 也听了不少传闻 赤炎不仅势力庞大 狠也是出了名的 但对102基地的实力 冷悬有着巨大的自信 只是他不想跟陆承州对上 冷悬没回答他的问题 气定神闲地问 那药方呢 陆绍也没兴趣吗 陆承州手指输地停下来 漆黑的眸底 寒光闭露 冷悬见他不说话了 就知道自己没猜错 陆承州也需要药 就是不知道叶君慈是怎么瞒过所有人给他提供 这瞬间 冷悬觉得主动权几乎都在他手中 一开始 他忌惮陆承州会站在顾芒那边 现在连陆承州都需要他手里的药 这相当于陆承州背后的势力都得受他控制 除非他不想活了 事情好办多了 想到这儿 冷悬倾笑 对了 顾芒也是为了药方才回寂静州 陆绍应该知道吧 或是 长老慧 顾家 所有人都以为 顾芒是因为陆家的三道红色通缉令 要保命才会回寂静州 眼下知道顾芒就是神迹 陆家那帮乌合之中的红色通缉令 对他来说根本没用 顾芒回来的目的就显而易见 药方 冷悬这话 确实勾起了陆承州的兴趣 电话里两三秒都没有声音 冷悬唇脚勾了勾 我等你 理事大楼这边 秘书部的所有人都在一楼等顾芒 女生下车 标志的一身黑 戴着鸭舌帽 跟理事大楼这些西装革履的人 显得格格不入 他一道 秘书部瞬间全部迎上去 然后簇拥着他往电梯那边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内容 一个接一个地 在顾芒身边说 需要顾芒决策的事情 还有他今天的安排 一群人受过专业的训练 语速很快 咬字却十分清晰 进了电梯 事物多的还没说完 顾芒唇脚威敏 眉眼浮现烦躁 直接从秘书手里抽过文件夹 对方声音戛然而止 似乎是愣住了 顾芒一目十行翻完内容 还给他 上任采访取消 女生嗓音清冷 通知长老会所有人去会议室 跟新闻部对接的秘书一回过神 张了张嘴 正要说这个采访非常重要 女生的一记眼神看过来 披头盖脸的寒烈 秘书整个人都有些难以呼吸 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顾芒直接去的会议室 长老会所有人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 女生翘着二郎腿坐在主位上 手上拿着一根笔在转 眼皮自然低着 这样放松的神态 却让他整个人周身的灵力 说不出的煞人 顾李氏 一群人不管心肝也好 不心肝也好 都跟顾芒打了招呼 陆续入座 很快 会议室没有了椅子挪动的声音 安静下来 顾芒把笔趴搭扔在会议桌上 胳膊搭着椅子扶手 掀了掀眼皮 原本冷寻的位置已经空了出来 李氏府 我已经接手了 顾芒手指轻敲着 102基地 话音忽然停顿 其他人看着顾芒 女生笑了 慢吞吞地开口 就按照流程 别让我自己动手 明目张胆的威胁 顾芒也有这个实力 杀手联盟一旦参与进来 再加上陆成州的势力 吉尽州就算能应付 要付出的代价 绝对不可估量 一群人脸色难看地看着她 顾芒说完这句话 就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外头 江岁看见顾芒出来 拿着手机走过来 盲姐 顾芒往办公室那边走 江岁跟在她身后 声音微微发沉 陆一刚打电话过来 说冷璇约陆少见面 顾芒脚步竖的一停 眼角看过去 透出几分含力 几乎不用想 她就知道 冷璇想干什么 无非就是发现 陆成州也需要药 就在叶家 江岁顿了顿 问道 我们要过去吗 顾芒收回目光 不用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 里头的东西 除了文件 全部在昨天 就被陆成州的人 换了得干净 江岁闻言 猛了一下 不过去 顾芒 嗯 江岁皱起眉 那冷璇万一提出什么条件 逼陆少答应咋办 顾芒面无表情地说 她不会 毫不犹豫的三个字 绝对的信任 江岁觉得不一定 要是以前也许不会 现在情况不一样 顾芒离开很长时间 整个会议室都鸦雀无声 气氛压抑至极 叶长老和白长老对视一眼 再看看其他人 总长老不说话 其他人也都没开口 白长老突然开口打破寂静 我们要叫冷小姐 过来商量交接一事吗 连对冷璇的称呼都变了 总长老像是回过神 扫了一眼众人 我会安排会议 都先回去吧 其他人闻言 没什么意见 便起身出去 只留下总长老一个人 待在会议室 人仍然在那坐着 一动不动 好班上过去 总长老忽然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范天先生 是我 有些事情 我们见面谈 叶家庄园 正厅 所有仆人都被遣出 叶君慈和冷璇 坐在沙发这边 冷璇脸上戴着厚重的妆 遮住了还没完全恢复好的皮肤 整个人看着似乎心情很不错 叶夫人 您应该知道 在吉靖州 大家族内部重要成员 是不允许和外头的人通婚的 冷璇慢条斯理地开口 吉靖州对血脉一直很看重 尤其是几个大家族 叶君慈笑了 允许不允许 我都已经干了这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 跟我讲规矩 叶夫人误会了 冷璇态度仍然很谦逊礼貌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叶君慈轻蔑地扯了嘴角 冷璇继续道 不过若是没有陆绍背后的势力 您肯定避免不了被长老会审讯 后果您应该很清楚 即便是吉靖州局势动荡 一个叶家长老会 还不放在眼里 只是再加上陆成州那边的势力 长老会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只能默认陆成州的身份 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我当然清楚 叶君慈点了根烟 别跟我拐弯抹角 说重点 冷璇道 只要势力背景够强大 谁也不敢动你 对吗 叶君慈没说话 冷璇继续道 我们冷家和叶家 这么多年的交情 故忙他就是背靠杀手联盟 跟冷家也差远了 只要我们两家联手 有赤岩和102基地 对彼此的好处 不用我跟您列举 您比我要明白 叶君慈看着他 吐出一口烟气 半眯着眼睛 联手 你说的是联姻吧 冷璇被当面戳穿 也不在意 气定神闲地笑了笑 陆少不也需要要吗 跟我在一起 对他只有好处 就在这个时候 少爷 这边请 叶君慈和冷璇看过去 就见叶管家在前面带路 态度恭敬 后头是陆承舟 男人一身黑衣 手插在大衣兜里 气场清卷 又透着若有若无的冷 冷璇优雅地站起来 稍微侧了侧身 主动跟他打招呼 陆少 陆承舟眼神都没给他一个 走到另一边的单人沙发坐下 叶管家倒了杯茶 放在陆承舟面前 然后退了下去 冷璇见陆承舟不理他 手指微微捏紧了 眼底有些发沉 好一会儿才压下去火气 坐了回去 他看向陆承舟 陆少是从顾芒的别墅过来的吗 陆承舟眉眼低垂着 慢条思理地整理袖口 语气冷冽又散漫 冷小姐就是来等我说 这些废话的 冷璇笑了笑 陆少是不是以为 顾芒接管了102基地 他就能给你提供 每年所需的药 陆承舟听到冷璇的话 双腿交叠 缓缓往后靠 漫不经心地开口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叶军慈看着陆承舟 若是他不知道 陆承舟为了顾芒做的那些事 或许也会跟冷璇想法一样 觉得陆承舟 是因为顾芒的身份 才会接近他 他跟陆承舟 在他冻黑市之前 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 不过陆承舟的行事风格 他再清楚不过 手段很辣 无所不用其极 办事只看结果 栽在他手里的人 不计其数 他算计了那么多人 唯独对顾芒 是把自己的所有 悉数双手奉上 他对别人不留余地 对顾芒 是不给自己留余地 要对他来说算什么东西 冷璇端着茶杯 手指摩擦着 陆绍若是为了药 那就压错人了 陆承舟审笑一声 怎么 我应该找你 冷璇自信地勾了勾唇 至少现在 顾芒手里还没药方 不是吗 陆承舟没说话 还有件事 吉靖州曾经发生过一次内论 你应该听说过 冷璇看着他 102基地差点没了 几大家族 小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生物医学处的 二十几个核心研究员 全部死亡 只剩我和我师父顾显 叶君辞见他提起陈年就是 宁媒 别跟我说这件事 和顾芒有关 顾芒当年 不过才是个几岁的小女孩 是顾枕和白许做的 冷璇道 所以长老会和顾家 才会对他们动手 陆承舟微眯了眯眸子 冷璇道 吉靖州有一种遗传病 这种遗传病的好处就是 体质特殊 各方面天赋 都是平常人的几倍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因人而异 事实上 不管是体质特殊 还是天赋卓绝 单单过目不忘这个能力 在各国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而在吉靖州 这些特殊尖端人才 对比外头 几乎可以用泛滥来形容 所有人才都按照主攻研究方向 被安排进各大研究所 冷璇继续道 所以吉靖州才会有评级 从两岁开始 测试数字敏感程度 语言天赋 记忆力 接着按照级别分批训练 就是因为这种遗传病 才需要药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 叶君慈谈了谭言辉 说点我不知道的 叶君慈也不清楚 这种遗传病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只是从先辈们留下的资料知道 这遗传病 很早就出现在吉靖州了 顾家最先发现这种遗传病 那会顾家有一脉 所有人都会鼓医术 组建了一支团队 研究出一种药 抑制这种遗传病 一开始 这种药每天都要用 而且用药的人 全部都活不过30岁 药的副作用很大 到后来 研究出一个月只需要用一次的 延长了这些患病者的寿命 现在 所有人都要每年一次 对身体的影响 几乎没有那么大了 顾家在吉靖州地位 也随着这些越来越高 即便是后来各家族小辈 在顾家人手里出事 因为没有证据是顾家人做的 所有家族暴怒 大家也没想过赶尽杀绝 允许顾家的人 继续住在顾家庄园 这是吉靖州的最高机密 所有知情人士 全部死守这个秘密 冷玄道 生物医学核心处 就是研究这种遗传病的 我和我师父 想研究 怎么才能根治这个遗传病 又不会影响身体其他方面 叶君慈闻言 笑了 合着顾显做的是好事 那为什么宁愿在特级监狱 待十几年都不解释 那么多条人命 就这么当顾诊和白许的替罪羔羊 我师父他没有证据 冷玄道 顾诊不想研究治好遗传病的方法 只要顾家手里有药方 就能一直控制着所有人 控制吉靖州 稳住顾家的地位 叶君慈笑容脸了脸 冷玄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变化 某底深处闪过一抹光泽 不管这事是顾诊做的 还是我师父做的 他们代表的都是顾家 陆成州开口 顾芒的父亲 不想研究根治遗传病的方法 顾嫌想研究 所以顾芒的父亲 为了顾家的地位 就要毁了102基地 冷玄转向陆成州 顾芒可是顾诊的女儿 他若是真接管了102基地 你们说他 会不会跟他父亲做同样的事 他可是神迹 杀手联盟的武神之一 手上染的血他自己 可能都记不清 关于他的资料 陆少应该很清楚 陆成州眉眼低着 手指摩擦着茶杯边缘 不变情绪 冷玄道 他回来想要药方 不过是不想被别人控制 我们可没想控制他 否则这些年 也不会每年都给他提供药 他看着陆成州 男人面色看不出一丝变化 冷玄摸不准他是什么想法 说到这儿 就没再开口 他目光又转向叶君祠 叶夫人 谁也不知道顾芒会做什么 他突然回吉尽州 一回来就要接管102基地 顾诊一定告诉他 102基地的事 他已经坐上了理事的位置 若是在接管102基地 想毁了生物医学核心处 对他来说 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 冷玄说得十分真诚 似乎是为整个吉尽州 所有需要药的人考虑 叶君祠道 所以 你想跟叶家联手 冷玄点头 我的实验项目 已经有了进展 再丢点时间 一定可以研究出 根治遗传病的方法 叶君祠瞥了眼路成州 收回目光 把烟暗灭在烟灰缸 想跟叶家联手可以 我要知道药方的成分 冷玄早就料到 他会提出这种要求 笑着说 只要冷家和叶家 成了一家人 我会拿出药方 说完了吗 陆成州忽然出声 冷玄一愣 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成州喝完最后一口茶 放下杯子 起身 看一眼叶君祠 有事 先走了 说完 绕过沙发往门口的方向走 冷玄眉肩紧拧 看着他的背影 你这是拒绝我 陆成州脚步都没慢一下 对他的声音充耳未闻 冷玄脸色愈发难看 长老会不会让我 把102基地交给顾芒的 理事这个位置 他也坐不了多久 我的提议任何时候都有效 陆绍可以随时来找我 黑色背影越行越远 叶君祠抿着唇 眼底有些发沉 陆成州的车 还没开出叶家庄园 就接到叶君祠的电话 多好的机会 叶君祠的声音传过来 你就小小的牺牲一下 拿到药方再说 这都不会 车窗落到了底 陆成州胳膊搭在车门上 他望着窗外倒退的树木 淡淡开口 不会 冷玄说 顾芒的手 不知道沾了多少人的血 他又何尝不是 他能干干净净捧到顾芒面前的 只有这点了 不想弄脏了 叶君祠轻叹 你也听到冷玄的话了 顾芒现在处境不好 你们两个都没有退路了 顾芒塌海 遗传病 顾芒肚子里的孩子 陆成州神色寡淡 声音漫不经兴的 骨灰盒我都买好了 装我们一家三口 还是装得下的 前面开车的陆一 看了眼后视镜 陆成州的说 这句话的时候 很无所谓 像是早就做好了打算 来吉进州 就是来陪顾芒 不要命来了 叶君慈文言 你没 是道 你胡说什么呢 他就这一个儿子 陆成州笑出一声 很淡 没事挂了 挂断电话 他把手机随手扔在旁边的座位 车刚好开到叶家庄园门口 陆成州一抬眸 就看到一辆车 从远处的马路上 正朝着这边开过来 陆绍 顾小姐的车 陆一也看到了 江岁不是说 顾小姐不过来吗 这么快就来了 陆成州上了顾芒的车 前头江岁挺恭敬地问候 陆绍 陆成州汉手 随即看向顾芒 怎么突然过来了 顾芒没回答 只吩咐江岁回小别墅 是 江岁发动车子 陆一他们的车都跟在后面 陆成州直直看着顾芒 不信我呀 顾芒脸稍微偏过去 黑漆漆的眼神很亮 吐出一个字 姓 陆成州挑眉 小姑娘怎么还口是心非了 顾芒面无表情 真信 她相信她不会跟冷穴做交易 可她怕她会用别的方式解决 陆成州看着她清澈透亮的眼睛 两秒后 笑起来 行吧 那你说 跑乖干什么 顾芒声音冷漠 一开视线看手机上的消息 闲 陆成州黑眸微咪了咪 理由还挺敷衍 她问 如果我真跟冷穴做什么交易呢 顾芒毫不犹豫地说 你不会 见她这么信任她 陆成州嘴角的弧度明显起来 又问 那 如果呢 顾芒抬眼 转向她 两人对视着 陆成州第一次见到顾芒这种眼神 黑到了极致 接近于死亡 接着 她看见女生眸底缓缓样起笑 精致地眉眼邪并诡诀 语气很轻地开口 见过爸爸杀人吗 陆成州 她突然有种 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送命题的感觉 顾芒在陆成州面前 一直都是那副玩世不恭 漫不经心的姿态 看着不好惹 但身上那骨子血气都收敛着 她怕她知道她过去做的那些事 但到这会儿 她该知道的 不该知道的 都知道了 顾芒稍微逼近她 盯着她的眼睛 我就宰了你 我这手挺脏的 也不多你一个人的血 陆成州 顾芒眉眼微挑着 见她不说话 那种诡异的表情忽然变了 她嘀嘀笑出声 别怕啊 只要你手好复得 爸爸不乱来 陆成州下河动了动 似乎是想说什么 怕她 又给她更致命的一击 就沉默着 莫名漫长的两三秒 谁也没有一开视线 就那么看着彼此 最后陆成州先垂下眼 从凹槽里拿起保温杯拧开 递给她 十分认真的说 小姑娘别这么血腥 注意胎叫 前面江岁听到这句话 嘴角抽了抽 胎叫 她看了眼后视镜 顾芒懒洋洋地靠着 眼睛低着看陆成州 递过来的保温杯 江岁 芒姐是真的 牛逼 顾芒眼底阴晕着笑意 结果保温杯喝了一口 冷玄跟你说什么了 说回正事 陆成州收起复杂的情绪 拿着杯盖的手搭在扶手上 把刚才冷玄说的 一百零二基地的事 给她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一遍 顾芒听完 一边嘴角勾着 意味深长的 她说一百零二基地 几十个核心研究员 和家族小辈的死 都是我爸妈做的 陆成州恩了一声 你信她的话吗 顾芒摇头 不信 她对父母的事知道的很少 但是就凭冷玄说 她回吉尽州 是想毁了一百零二基地 还拿药方 来挑拨她和陆成州的关系 这个人说的这些话 她就不信 陆成州看着她 全都不信 一半一半吧 我爸妈不会做那种事 不过生物医学核心处 应该就是研究遗传病的 具体什么研究方向 顾芒顿了顿 思索了几秒 我再查查 陆成州忽然想到一个人 眼瞳微脸 还有个人知道你爸妈的事 顾芒抬眸 你说顾显 陆成州点头 顾芒拧了拧眉 随即低声开口 她不会说的 不用浪费时间 当年给顾显用了不少行 都没撬开她的嘴 特急监狱十几年 她一个字没说 找她没用 陆成州半眯着眸子 语气慵懒 她这嘴我给你撬开 顾芒眉眼微调 点了点头 行 就在这个时候 顾芒的手机响了起来 震动声打破寂静 女生掏出手机 是霍职打来的电话 她以为是理事大楼 出什么事了 想了想 接通自然地开了免提 顾芒 顾显在你手里 霍职的声音传过来 又冷又沉 虽是疑问句 语气却是肯定的 顾芒闻言 眸色黑了黑 顾显失踪了 她看一眼陆成州 男人微微醋眉 摇了摇头 她还没动手 或者等了几秒 没听到她的声音 当她默认了 你抓顾显想做什么 顾芒目光回到手机上 眉眼寡淡 我没动她 那边 霍职闻 顾芒 马上把顾显放了 这事顾老就当作没发生过 字里行间 笃定她抓了顾显的口吻 顾芒眼底浮现一抹不难 我说了 我没动她 见她还不承认 霍职深吸一口气 怎么 现在这点事都不敢认了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顾芒笑了 把保温杯递给陆成州 慢吞吞地出声 我就是抓了人不放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霍职听见这话 皱眉 真不是你 我手上 不多她一条人命 冷冷扔下话 顾芒挂断手机 顾家庄园 霍职拿着手机的手锤下来 看向顾老爷子 应该不是顾芒做的 真是她 她不会否认 顾老爷子面色 前所未有的难看 那顾显人呢 吉静州就这么大 一点踪界都找不到 霍职沉声道 我再派人出去继续找 顾显在这当口失踪 恐怕凶多吉少 霍职都能想到 顾老爷子当然也能 他抠紧沙发扶手 就是死了 也要给我找到尸体 这边 顾芒放下手机 看着陆成州 顾显失踪了 顾显是除了冷穴 唯一知道药方的 现在只剩下冷穴一个了 冷穴动的手 陆成州说 难怪今天赶来叶家找他 想拿药方跟他做交易 顾芒点头 顾显身边有顾家 货值 还有总长老的势力 三方势力都保不住顾显了 吉静州未免有些废物 只能是有内鬼 总长老 范天推开包厢的门 总长老坐在里头 正在煮茶 动作悠闲 他抬了抬那双仓老的双眼 笑着说 范天先生 请坐 范天朝身后的心腹看了一眼 心腹微不可查地汗手 等范天进去 关上门 站去旁边守着 包厢里头 范天在总长老对面坐下 一杯茶就放到了他的面前 请 总长老客气有礼 范天看着他 脸上挂着淡笑 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总长老有话直说 他没喝茶 总长老见状 索性不费那功夫了 他放下茶具 自己端着茶 缓缓往后靠 杀手联盟来吉静州 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当初吉静州内部大乱 长老会能那么迅速平息动荡 就是因为借助杀手联盟的势力 这么多年过去 总长老也只跟范天合作了那么一次 范天是一个天才生物学家 来吉静州的目的再明显不过 就是冲着102基地的 生物医学核心处的尖端技术来的 范天胳膊搭着扶手 感慨地笑了笑 是啊 现在我五妹 还是吉静州顾家的大小姐 往后杀手联盟 和102基地的合作 自然会更顺利 总长老手指摩擦着茶杯 你觉得顾芒接管102基地 你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 可比跟冷玄合作方便 总长老摇摇头 若是顾芒知道你的目的 绝对不会跟你合作的 范天双眸微咪了咪 轻笑 看来吉静州最近确实乱得不行 你选择了冷玄 总长老大方承认 不管是总理事 还是102基地的负责人 都必须和长老会一条心 你觉得呢 我五妹是不是和你们一条心 跟我有什么关系 范天只见有一下眉一下地敲着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选择 你们不选择我五妹 总长老听见这话 也没动气 面色仍然是那副淡然的样子 你知道当年102基地出大乱子 是谁做的吗 范天虽然势力庞大 但巅峰时期的102基地 连现在的杀手联盟都比不过 据说102基地 至少有近百年的历史 也是当年一场大变动 他才知道这个基地的存在 不过里头很多事情 他都只是查到一些皮谋 包括当年的事 范天扯了扯嘴角 不怎么在意的语气 不是顾显吗 总长老摇头 他只是收拾了残局 事儿可不是他干的 跟我有关系吗 范天长腿交叠 眼神轻慢 你不用费功夫挑拨离间 冷玄跟我妩媚比起来差远了 我当然要选择更有实力的合作对象 这态度不配合极了 总长老情绪始终没有变化 他问 顾枕 顾芒的父亲 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范天谋底一顿 没说话 他查过顾家的资料 当时只知道顾家有小辈在外头 具体资料查不到 至于顾枕 他记得很清楚 并没有这个名字 顾芒回吉尽州身份曝光 他查遍吉尽州 手头上关于顾芒的资料也少得可怜 只有聊聊几句 总长老继续道 生物医学核心处在研究什么 不用我跟你详细多说 这个研究项目 前期顾枕觉得牺牲太大 宁死不同意再继续下去 甚至想封存所有研究成果 全部销毁 没人同意 就有了后来的事 什么研究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过才几十条人命而已 只要研究成功 有了突破性的技术 那都是值得的 可惜顾枕却要毁了102基地 梵天回忆起 当初几大家族暴乱 这事儿很突然 据说是四大家族 都收到一封神秘信件 接着全部就冲去102基地 其中具体发生什么事 他查了很久 除了送去102基地的小辈失踪这条 查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现在很明显 那信件应该就是顾芒的父亲送的 总长老笑了笑 脸上苍老的褶皱略微加深 顾枕想毁了的项目和技术 你觉得以顾芒的性格 会跟你合作吗 梵天目光深沉地看着他 当年顾四作为最重要的实验对象 顾芒把他带走了 实验室都被他毁了 总长老眼神有些忧远 梵天眯起眼 既然如此 你们为什么要给顾芒安排考核 这件事是总长老做的最错的一个决策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淡淡道 协议内容是顾芒没通过考核 就作为实验对象 去冷学的实验室 我并不知道他就是神迹 到这会儿 梵天才明白 长老会在打什么主意 总长老喝了口茶 气定神闲地 有实力的合作对象 前提是 这个人愿意跟你合作 这句话说完 包厢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不时抬眸看一眼对面的梵天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金光 即使没有顾芒出现 我们也早就谈好了合作意想 不是吗 总长老说 梵天掀了掀眼皮 黑眸盯着他 包厢门被拉开 心腹看见梵天出来 恭敬地行了礼 梵天单手插兜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心腹就沉默跟在他身后 等他们进了电梯 总长老从包厢里出来 站在门口 B长老从隔壁包厢走出来 到总长老这边 看一眼电梯的方向 他答应了吗 只要梵天站在他们这边 他就不信 顾芒还能这么张狂 哪怕不帮他们 保持中立 一个赤言 他们还有把握对付 总长老摇头 还不确定 他看向B长老 冷悬跟陆程周谈得怎么样了 B长老也摇头 这样的结果 总长老意料之中 B长老冷笑一声 是个情种 就是不明白 看上顾芒什么了 冷悬背后是102基地和冷家 还有陆程周想要的药方 选了冷悬 对他只有好处 叶君慈竟然也同意 陆程周选择顾芒 真是脑子进了水 梵天一直到坐进车里 眼底思虑都有些深重 总长老跟他的合作 两人已经谈了很久 基本都已经敲定了 若不是顾芒的身份突然曝光 他跟102基地的合作 应该早就开始了 没想到一拖再拖到现在 会出这种事 他在吉尽周筹谋这么多年 就是要他们古艺术一脉的技术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梵天抬了抬头 冷声开口 吩咐下去 全面倾脚神迹的势力 话音落地 车内的几个心腹 猛地瞪大眼 看向梵天 一向冷血 从没有任何情绪变化的他们 眼底满是不敢置信 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老大 您说什么 旁边的心腹张了张嘴 倾脚 五爷的势力 梵天微眯着眼睛 留意赤眼跟黑市那边的动作 等他处理了顾芒的势力 陆成州想做什么 也来不及了 何况 还有吉进州这边牵制 至于明宇州那边 赤眼20%的地盘 已经到他手里 再加上黑手党那些势力 足够了 心腹看着梵天沉冷的面色 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整个人僵硬的厉害 这时候 梵天忽然眼扫过来 几人回过神 连忙收敛起自己的情绪 低头恭敬的音声 是 陆成州和顾芒 回到小别墅 陆一半倒就跟他们分开 带着人去黑市处理事情 大厅里只有陆七 和几个换班的下属 跟他们两人打招呼 顾芒走到茶几这边 拿了颗牛炸糖 撕开包装塞嘴里 饿了 陆成州看着他 顾芒挑眉 有点 陆成州温润道 想吃什么 我中午给你做 酸辣鱼 水煮肉 麻辣虾 顾芒怕吃不完浪费 就很收敛地 报了三个菜名 辣的 民间传闻陆成州 还是了解过一点的 文言 他往他腹部看了眼 眼神突然就柔和了 唇角勾起来 好 你上去睡会儿 顾芒察觉到他的眼神 也没说什么 摇了摇头 我去下实验室 有几个数据 需要再做对照实验 陆成州点点头 行 他又拿了几块糖 装他兜里 顾芒把手里的糖纸 扔进垃圾桶 转身上楼 陆成州看着他的背影 等人消失在楼梯口才 收回目光 走去厨房 顾芒推开实验室门 郁木峰和和顾四在里头 顾四穿着小小的白大褂 个子不够 就踩着椅子做实验 看见顾芒 他一了声 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郁木峰也看着他 没什么事 顾芒从柜子里取下防护服 和白大褂换上 三人开始做实验 小别墅这边平静无波 外头却已经翻了天 先是顾芒在京城的分布势力 突然遭到袭击 所有人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京城分布势力损伤几乎惨烈 与此同时 其他各大分布势力点 同样遭到围剿 总长老收到这些消息 威璇这的心彻底放了回去 他笑了笑 踏实地往后靠 范天这是选了他们 跟顾芒翻脸了 没了杀手联盟给顾芒撑腰 他倒看看他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杀手联盟内部 对神机的势力再了解不过 范天也知道 跟顾芒正面对上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眼下他抢占先机 绝对不能给顾芒喘息的机会 派去清脚的人 全都是范天手底下的精英 下手极其狠辣 杀手联盟的动静实在太大 以至于黑白两道 全都在议论这件事 对于范天和神机突然火拼 众说纷纭 就连国际局势 都因为这件事 变得动荡不安 江碎收到下边人传来的消息 整个人将在原地 脸色难看至极 你说什么 袭击我们分布的是范天的人 你是不是看错了 手机那边声音紧绷 碎哥带头的就是范天的心腹 江碎唇角阴沉地紧抿着 拿着手机的手收紧 现在情况怎么样 下手咬着牙 我们伤亡惨重 我带剩下的人逃出来了 其他分布还没联系上 估计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 声音里带着血气和愤怒 他们完全没料到 会被自己人在背后狠狠统一刀 毫无防备 现在一个个都怒火攻心 碎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下手想到那些兄弟的死 再看看身边这些人的伤势 拳头钻得哥哥作响 江碎压下去火 嗓子沉着 保持联系 我马上派人过去接应你们 挂断电话 江碎抓着手机 就要跑去楼上找顾芒 刚转身 原本在厨房里的陆成舟 也握着手机出来 面色冷冽如霜 显然也是收到了消息 江碎看了他一眼 情况紧急 他顾不上说什么 往楼上跑 站住 陆成舟出声 声线又冷又沉 江碎一停 看向他 陆成舟走过去 七飞的眼底寒烈冰鸣 我已经让人去解决了 别去烦他 范天背叛顾芒这事 他一开始收到消息的时候 也怀疑自己听错了 即便顾芒说过 他跟范天接触不多 但经过范天在102基地 出手帮顾芒 顾芒对范天 没有跟应龙他们那么随意 却格外尊敬 这些天 更是帮范天做了不少事 这才过了几天 范天却对顾芒下死手 一丝情面都不留 顾芒重情意 这事儿 他若是知道了 江碎明白陆成舟的意思 可是 他转头担忧地看着楼上 盲姐他早晚会知道的 陆成舟闽唇 声音寒凉 等事情解决之后再说 跟尹蒙那边也知会一声 先别告诉他 江碎愣了一瞬 你怎么知道 我们跟尹蒙 话还没说完 陆成舟的手机响了起来 江碎消了声 陆成舟掏出手机 贺一度的电话 诚哥 范天和黑手党那几个的势力联手 在明宇州各大出入点赌我们 一接通 贺一度凝重的声音传过来 当初 让了20%的地盘出去 范天又把那群乌合之众聚集起来 实力不容小觑 贺一度和秦放不怕动手 但他们现在赶时间去就顾忙的人 没时间跟这帮人玩 陆成舟文言 瞇了瞇眸子 眼底杀气闭露 贺一度问 我怎么处理 都来找死士吧 陆成舟唇脚勾起来 带了一抹狠力 又轻又慢地开口 参与的 一个不留 那边 贺一度面色沉冷 知道了 与此同时 范天听着下面人禀报消息 我们杀了 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几乎没什么损失 心夫道 五爷 范天疏地抬眸 看他一眼 心夫低头 换了称呼 神机剩下的残余势力 我们的人已经在清脚了 范天笑了笑 看着手里的茶杯 做得不错 别留后患 是 心夫恭敬道 随即转身离开 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玄鹤 腾蛇和应龙三人 面色难看地走过来 最近极境州很乱 几方大势力都来驻扎 就连隐萌都趁着这次机会 进入极境州 玄鹤三人 便都在这边待着 跟以前一样 住在范天的庄园 二爷 三爷 四爷 心夫行礼 三人大步从他身边走过 满身的低气压 应龙一进大厅 看见悠闲喝茶的范天 眸底更沉 冷声质问 为什么要跟五妹动手 腾蛇语气也不太好 大哥 我们五神从来不会自相残杀 你为什么对五妹下手这么狠 范天看着他们 下巴朝沙发一抬 做 没人理 都盯着范天 要一个原因 范天眯了眯眼睛 怎么 我的话现在没用了是吗 玄鹤比另外两人冷静一点 深深地看一眼范天 先坐吧 听大哥怎么说 两人面色紧绷 盯着范天看了两秒 压着怒火去沙发那边坐下 范天亲身给他们倒茶 我来吉荆州的目的 你们很清楚 我要102基地生物医学技术 应龙冷声道 五妹马上就要接管102基地了 到时候你跟他合作 比跟长老会合作方便得多 你现在动五妹 是跟长老会合作了吗 腾蛇跟玄鹤闻言 也觉得 范天是不是被长老会给骗了 或者 这是一个大局 三个人等着他的解释 范天把三杯茶放到三人跟前 给自己也添满茶水 缓缓往后靠 五妹身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接管不了102基地 应龙皱眉 你什么意思 范天看着他们 五妹回吉荆州之前 我跟总长老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现在不想节外生枝 几人能坐到如今这个位置 脑子都转得极快 别人挑拨两句 你就不信五妹 转头跟冷玄合作 应龙眼神已经一片冰寒 腾蛇火冒三丈 往前坐了坐 大哥 我们自己人你不信 你相信外人 玄合声音微沉着 五妹的实力我们都清楚 不管是从利益还是从交情 大哥 你真的都应该站在五妹这边 应龙不想看见五神绝恋 深吸一口气 大哥 你把人撤回来 去跟五妹道个歉 其他的 咱们再商量解决办法 范天笑了一声 你觉得你们说的这些 我下令 清缴他的实力之前 都没有想过吗 三人没说话 范天淡淡开口 五妹还没接管102基地 技术都在冷玄手里 我就算站在五妹这边 对上长老慧和冷家必家 也没有胜算 应龙闻言 眼烧发红 咬着牙 所以你就卖五妹 范天看着他 轻叹 我也是出于考虑 整个杀手联盟日后发展 等我拿到了102基地的技术 不会亏待五妹的 应龙和藤蛇就那么望着范天 那眼神说不出是什么 很平静 很失望 范天继续道 这个决定也是为了五妹好 事情结束 他还若是想要102基地 我可以帮他 应龙笑了 背后捅五妹一刀 还要说是为了五妹好 这鬼话 你自己信吗 大哥 范天脸色冷了下来 你在跟谁说话 我本来以为 你是被长老会骗了 应龙站起来 现在想想 堂堂杀手联盟的第一把交椅 五神之手 怎么可能被骗 五妹的人死了那么多 范天目光阴沉地盯着他 外人都说 咱们五神情同手足 就挺可笑的 应龙自嘲地扯了扯嘴角 散了吧 从现在开始 我退出杀手联盟 藤蛇面色冰冷 笑不出来 也站起来 大哥 五妹帮过我们每一个人 不止一次 你可以背叛他 我办不到 他也站起来 跟应龙一样的选择 玄鹤看看应龙和藤蛇 再看看范天 眉头紧领 范天谋色发沉 当初杀手联盟 只有他们四个人 这么多年 他们一起走过来的 现在这两人 却为了一个后来的神迹背叛他 要退出杀手联盟 他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还比不上一个神迹 应龙和藤蛇说完 两人转身就往处走 应龙 藤蛇 你们 玄鹤张了张嘴 想蓝不知道说什么 就看向范天 希望他回句话 范天压下去火 喝了口茶 应龙一边走 一边拿出手机拨了的电话 打算让自己的人去帮顾忙 结果却发现 电话打不出去 低头往手机屏幕一看 没有任何信号 两人正好走到门口 一抬头 就看到外面无数下属举着枪 背后传来范天冷淡的声音 三弟 四弟 你们就先待在我这里 等事情结束 我再送你们出去 两人猛地回头 瞪着他 眼底拉满血丝 应龙的心腹在他进去之后 就看见庄园里的下属 朝主厅门口那边聚集 下意识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 这个想法刚出现在脑子里 一批人大步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心腹想到顾忙那边的事 抿了抿唇 不好的预感袭来 他想也没想的手摸进兜里 顾忙前几天 给他的一个特殊联络器 当时他没多说 只说可以突破任何防火墙和屏蔽器 他按下联络器上的唯一按钮 把他们身上的电子设备和武器 全部搅了 为首的下属冷声吩咐 小别墅这边 顾忙正在跟玉木峰和顾四 讨论实验数据 兜里的手机忽然重重震了下 他靠着桌子 手机紧贴着桌子震动 声音更大 三人的讨论声停止 顾忙低谋 从兜里掏出手机 手机右上角小小的一个 红色信号灯闪烁不停 顾四是认识这个的 隐蒙最新研发的联络器 只能发送紧急信号 谁给他解发这个 顾忙面色也沉了沉 最新产品 他只给了应龙和腾蛇的心腹 这个时候 怎么会发信号给他 顾忙放下笔 走去电脑那边 拉开椅子坐下 开始破解信号的位置 双手快速地敲击着键盘 行云流水 不到一分钟 信号的位置显示出来 梵天的庄园 顾忙醋眉 黑漆漆的眸子 盯着电脑上的一个小红点 微微抿唇 顾四站在他身后 看见这个定位 也惊得瞪大眼 姐 啥情况 地点咋会是这儿 顾忙摇摇头 他也不知道 你们继续做实验 我出去一趟 女生扯掉手套扔垃圾桶 然后脱了白大褂和防护服 没时间挂去柜子里 就随手扔给了顾四 拉开门大步出去 顾四看着门口的方向 总觉得不太放心 那个是紧急联络器 说白了就是生死攸关 求救用的 沐风哥 我跟去看看 顾四也脱下白大褂 跑了出去 哎 小四 郁沐风看着他 又瞅了眼正在进行的实验 吐出一口气 任命地待在实验室 顾芒下了楼 四下看了看 没找到僵碎的人 陆成舟似乎是听到他的脚步声 从厨房里出来 拿着一张纸巾擦手 做完实验了 这么夸 平时顾芒进实验室 没几个小时出不来 顾芒没回答他 只沉声说 我刚收到三哥的求救信号 信号位置在我大哥那 陆成舟擦手的动作一顿 顾芒垂眸思索着 忽然 他瞎了瞎眼睛 看着陆成舟 嗓音里多了几分杀气 长老会对他们动手了 眼下他摆到明面上的势力 除了陆成舟 就是杀手联盟 长老会对杀手联盟动手 顾芒不难理解 可他早就警告长老会 别动他的人 男人沉默着 顾芒见他没什么反应 就猜到他知道了 可能比他还早 他拿出手机 给江岁打电话 在哪 芒姐 我在别墅外头 检查安全系统 梵天倾脚顾芒的势力 江岁怕长老会在这当口 对顾芒耍音招派人来 顾芒冷声吩咐 带上所有人 跟我去一趟大哥的庄园 说完 不等江岁回答他便挂了电话 正要抬脚 忽然想到什么 抓住陆成舟的手 往外走 我们一起 省得他担心 陆成舟没动 眉眼低垂望着他的手 顾芒没拉动人 回头看着他 陆成舟 男人眼底漆黑沉宁 视线往上对上他的眼睛 出声不是长老会 顾芒皱眉 陆成舟嗓子微微压着 声音又低又沉 范天下令轻缴你的势力 在此之前跟总长老见了一面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一直注意着顾芒的表情 女生情绪始终没什么变化 很淡漠 刚才眼底那点不太明显的着急 也重归平静 眼皮缓缓垂下 顾四刚下来 就听到陆成舟这句话 一张小脸猛地阴沉下来 满是狠力和愤怒 他什么话也没说 拿出手机查消息 某个国际论坛上 现在全是范天跟神迹翻脸的讨论贴 铺天盖地 幸灾乐祸得多了去了 青铜手足 真是搞笑 亲兄弟都有可能翻脸呢 我操 神迹怎么惹着范天了 下手也太狠了 简直跟爹教训儿子一样 范天一动手 神迹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是谁之前说 神迹的势力早就超过其他四神 这不是玩的吗 你大哥还是你大哥 能让你卫裂五神 就能把你踢出去 顾四看得怒火中烧 戳着键盘回复帖子 爹没防备儿子 才让儿子有机会背后捅爹一刀 是当爹的错 顾四在这边一喷嗯 陆成舟看着顾盲没什么表情的脸 稍微低着头 视线和他气平 手轻腻得在他后颈捏了捏 像是安慰一样 一字一顿很缓慢 这气我帮你出 愁我替你报 顾盲抬眸 目光就这么落在他近在咫尺的眼底 他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只有他的影子 男人往日冷冽的眉眼 恋咽到了极致 温柔到了极致 令人心颤 像是黑暗里唯一的一丝光 只为他而亮 回极致周的时候 顾盲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把陆成舟推了出去 却没料到 他会孤身一人来陪他 他在顶峰 他站得比他更高 来护着他 他在战场 即使马格果师 他也来陪他 陆成舟注视着他清亮的黑眸 这次都交给我 嗯 顾盲顺从地点头 转而没眼间的力气却冲了上来 分布都怎么样了 陆成舟道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把他们安排去赤盐 还是去隐谋你决定 都行 顾盲无所谓 又问 明宇周那边呢 当初陆成舟跟范天做交易 让了赤盐20%的地盘出去 范天跟他动手 肯定也会对付赤盐 陆成舟声音温润 放心 我会收拾 还去范天那边吗 顾盲想到 刚才应龙发来的求救信号 抿了抿唇 眼神黑了 我三哥在范天那 情况应该不太好 否则不会动用紧急联络器 有范天这个例子 陆成舟顿了顿 谨慎地问 应龙可靠吗 顾盲点头 过命的交情 陆成舟知道他为应龙出了不少刺手 之前还亲自出面 当下便什么都不说了 握着他的手往外走 总长老一帮人 收到顾盲和陆成舟 离开小别墅 冲范天庄园去的消息 毕长老思索了两秒 开口 我们要不要派人帮范天 陆成舟黑市势力不小 范天跟他对上 胜算不大 总长老云淡风轻地笑笑 不必 看着就行 两方都受损 对他们来说更有利 冷玄指尖敲着扶手 眼神阴冷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解决顾盲 总长老笑着说 快了 顾盲的势力 被范天倾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陆成舟的赤言 或是已经带人 去明宇州 跟范天的人会合了 没了顾显 冷玄心里一块大石落地 在总长老面前 对顾盲的杀意 更是半分也不再收敛 忽然想到什么 他转向总长老 顾盲和陆成舟 去找范天算账 别墅里就剩顾四了 总长老闻言 精锐苍老的眸子 微微一闪 把顾四控制在手里 可就方便多了 两人对视一眼 达成一致 冷玄唇脚勾起来 让顾家的人去 顾家庄园 顾老爷子等了十几年 才等到顾显出来的机会 结果人却失踪了 失踪意味着什么 顾老爷子心如明镜 不是顾盲做的 那么是谁做的 很容易猜到 冷家要保他们的地位 总长老跟冷家合作了 只有死人的嘴才是 最可靠的 当初留下顾显 是为了制约冷玄 总长老已经彻底 跟冷家绑在一起 范天又跟顾盲动手 很明显 他们不打算再留顾盲 顾老爷子瞇了瞇眼 原本一切可以很顺利 顾盲却脱离了 所有人的掌控 跟他们反着来 有这下场 简直是活该 最好直接被范天清理门户 顾老爷子胸口微微起伏 抬头看向顾长老 顾四呢 在大小节那边 顾长老恭敬道 跟了顾老爷子几十年 立马就明白对方的意思 他们的人 一大半去范天的庄园了 这会儿别墅的防御 是最薄弱的时候 话音刚落 茶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顾长老接通电话 那边说了句什么 他把电话递给顾老爷子 老爷 总长老